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也蒙发了研制核武器的愿望 抗战一结束 蒋公就让吴达尤 华罗庚等人 进行前期规划研制原子弹 并派了邓稼先 李正道 杨振宁等人去美国留学 为研制原子弹做准备 后来蒋公在内战中失利 败退到台湾省 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不了了之 这些被派往美国留学的顶尖人才 有的回到了中国大陆 有的回到了中国台湾省 1964年 大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举国欢庆 然而窝居在台湾省的蒋公 对此却郁闷得很 也非常紧张 因为大陆拥有了原子弹 意味着将彻底改变了两岸军事力量对比 这不仅让反攻大陆变得极不现实 环时常会让自己受到核威胁 所以待在台湾省的蒋公和国 民党高层蒙发了秘密研发核武器的想法 1965年台湾省筹建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核能研究所 正式启动核武计划 并秘密邀请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伯格曼访台 伯格曼将以色列核计划的机构模式对台湾核盘托出 并邀请台湾的核武器专家秘密访问以色列的核设施 以色列的帮助让台湾核武计划很快走上了正轨 不久 台湾又同联邦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签订了野进重水队的协议 然而此举点起了美国的注意 让美国怀疑台湾是在秘密研制核武器 所以在外交上给了台湾和联邦德国巨大压力 台湾省第一次核计划最终以破产告终 1968年在以色列暗中帮助下 台湾又开始秘密研制核武器 因为这次几乎是完全复制以色列的核计划模式 加上这是以色列亲身实践过的 涵盖了几乎原子弹制造的所有方面 甚至还包括弹道导弹的研制 所以研制过程进行的十分顺利 然而又被美国发现了 于是台湾省第二次研制核武器失败 1969年在加拿大核能公司的秘密帮助下 台湾从加拿大购买了一个小型的重水反应炉 加拿大还向中山科学研究院提供了来自美国的重水和大约25公斤的天然油燃料棒 同年 重水反应炉的安装工程正式启动 1972年 在核能研究所一座生产天然油燃料的工厂和一个再处理设施 以及一座部化学实验室也建成 所有这些设施都由台湾自建 所需的设备分别来自于法国 德国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因为台湾省这次研制核武器的计划比以往更加隐秘 所以美国的中情局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弄到台湾研究核武器的具体证据 美国此时正计划联合大陆抗衡苏联 当然不允许台湾拥合刺激大陆 于是 美国再次施展外交压力 要求台湾放弃核武计划 于是台湾省第三次研制核武器失败 1976年 台湾不甘心失败 再次秘密地重启了核武计划 然而这一切早就被美国盯得死死的 不久 比利时的美国使馆 就报告了台湾以炼油技术为幌子 企图引进核技术 后来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发现 台湾核设施内500克部不翼而飞 而且台湾与核武相关的机构和设施 都有启动的迹象 随后 美国一方面施加外交压力 逼迫台湾放弃核计划 一方面说 台湾违反核武扩散条约 暗中研发核武器 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最终台湾省的第四次秘密研制核武计划在美国的打压下 以失败告终 为了防止台湾再次研制核武器 美国决定培养间谍卧底在台湾上 以监视台湾的一举一动 于是一位名叫张献毅的人成了美国的成功人选 而后来蒋经国吸取了之前的种种教训之后 台湾开始打着大力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 通过以民演军的手段 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研制核武器 在民用的大旗之下 台湾已经拥有了固定的核能来源 而且台湾和美国已经签署了浓缩油的长期供货合同 并且长期从法国和英国购买核燃料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研制核武器的进程大大加快 到1987年年底 有关专家已经肯定的说 再过几个月的时间 台湾就能造出核武器 原子弹 然而到了1988年1月9日这一天 台湾省赫能研究所副所长张献毅 携带核武器计划机密文件逃往美国 向美国告发的台湾正在进行研制核武器的计划 而且就快要研制成功了 美国当时请后震惊不已 迅速派还赶赴台湾 拆除了台湾的重水堆和其他与核武器相关的一切设施 就这样 台湾省第五次秘密研制核武器 也功亏一篑的失败了 我们试想一下 倘若台湾省没被张献毅告发 他的核武器就研制成功了 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